好創下這個公投過後 戰鬥欄只會佔南陵 然後順便佔南部 可是同一時間 這個韓國瑜可能復出 也引發牽動二零二二的變局 四大公投完全潰敗之後 國民黨現在正在內亂 正在內亂裡面 趙燒康的戰鬥欄 侯友宜 朱立倫 三方其實互相指責 互相在找戰犯 非常的混亂 在這混亂三缺一的情況之下 第四咖出來了就是韓國瑜 韓國瑜在突然昨天下午的時候 宣布說他的那個韓先生來敲門 韓總來敲門要集結出書了 集結出書的時候 你看他用的東西 給大家很多的遐想 第一個在這個時間你站出來了 第二個他講說一月二號 在大安森林公園音樂台那邊 會有重大訊息要宣布 所以大家會想說 你的重大訊息是什麼呢 而且他的這個活動 還特別講說是善良為光 大家想到侯友宜才要歲月盡好 你這時候就來善良為光 所以就覺得好像國民黨裡面 韓國瑜又可能在整個國民黨裡面 掀起新的一個風潮 而在這個怎麼這麼多情況之下 當然侯友宜這次受到了牽指紋的重創 不過陳水扁認為說 你國民黨還是不敢動他的啦 因為你國民黨如果沒有了侯友宜 你怎麼辦 國民黨還是需要侯友宜 所以他認為侯友宜呢 2022還是會在新北市競選連任 而且2024到這時候等著國民黨扛八人大叫 九人大叫 有機會會參選2024 可是在這個情況之下的時候 你會看到國民黨反而是在這樣的狀況下 越打越小 而這主要打的就是趙少康的戰鬥欄 在當天開票開到六點多的時候 情勢不妙的時候 趙少康首先先發文說我們不要找戰犯 可是不要找戰犯 第二天開始拼命的在那邊拍桌子 甚至兩次拍姿勢罵了侯友宜說我給你下台階 你都不下台階 拼命的去攻擊 然後慢慢的又把他的火力打到了高雄市民 指責說你光一個高雄市就二十萬吃萊豬 所以是你這二十萬人綁架了全臺灣 讓人家看到說你戰鬥人 怎麼到這時候還一直打呢 所以戰鬥人就變成戰鬥南部 戰鬥南臺灣 戰鬥南臺灣 戰鬥國民黨內部 然後很像就是雷神所寫的自戀型的人格 我永遠都沒有犯錯 我永遠都活在恐懼威脅和勒索之中 可是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大家都覺得你國民黨完了 所以很多人講說二零二二二四 國民黨都不用選了 可是陳水扁呢 也告訴你說 以這個專門最會選舉的人說 其實沒有那麼順利 首先他認為說蔡英文自由安排 大家現在看好說賴清德就是二零二四 陳水扁說不一定 然後第二個是說整個二零二二這場閒事 雖然國民黨搞成這個樣子 可是他認為說民進黨現在的保漆 就已經很困難了 為什麼 因為陳水扁可以察覺到 當年陳水扁就是因為所謂的阿拔 就被馬英九打掉 所以阿拔這件事情 陳水扁很感覺 他就特別提了 他特別提到了 就是現在的竹竹合併 這樣的竹竹合併會不會引起反作用力 陳水扁是很有意見的 而事實上呢 陳水扁認為竹竹病會有反作用力 對的 他就想他真是說覺得很可笑 我們現在已經有六都 還有七都 比中國大陸的直轄石都多 陳水扁都直接認為這樣不對的 因為他認為說 你要嘛就好好談國土規劃 要嘛怎麼樣 如果你這樣子的話 會有反作用力 所以他講七個保七 現在的七都是一個非常艱困的任務 而且事實上呢 蔡英文 那問你蔡英文硬推竹竹病 大新竹就一定拿得下來嗎 其實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這個竹竹合併呢 雖然蔡英文在十二月十九號 立刻黨內的高層會議 在總統府就拍海定案了 可是大家覺得你的道理說不通 第一個你說為了半導體產業 可是那竹男呢 那頭份呢 你要把苗栗給踢掉 那你把苗栗給踢掉 怎麼會是為了半導體產業呢 那為了整個國土規劃 那你現在人口又不夠 所以本來是潛一百二十萬人 就變成這禍 禍有重大的這個狀況 可是這裡面的算盤 大家看得很清楚嘛 因為現在整個林志堅卸任之後 誰是接班人 而這接班人到底整個民進黨 除了林志堅外 有沒有更強的 不知道 而高鴻安在新竹市裡面 是佔了優勢的 而新竹縣裡面呢 如果純粹新竹縣 傳統的客家人 傳統的國民黨是佔優勢的 可是一合併之後呢 你高鴻安跨不進新竹縣 你楊文科或新竹縣客家人 跨不住新竹市 而民進黨只要提一個人 或是林志堅繼續下去 民進黨一團結 是有機會贏的 可是所以竹竹病說穿 是為了讓林志堅 繼續有這一個經營新竹 繼續有一個 因為六都沒把握的話 我七都之後 就多了一個平衡 所以可是這個情況之下 那你為什麼不變苗栗呢 因為你變了苗栗之後 苗栗太窮 太難嗎 太難才是重點嘛 你併入苗栗之後 不然的話 最近台積電 才投資了三千億 在竹南 那你怎麼辦 竹南很多半導體廠 四月光麗積電都有啊 還有頭份啊 你為了半導體 怎麼不把苗栗呢 因為苗栗一併進去之後 也達到一百十五萬人 可是這個時候 民進黨就算你國民黨 和民眾黨有分裂 大概也不會在這邊贏 好 所以說穿了 蔡英文要幫林志堅 開一個舞臺 做一個位置 然後就硬推足足病 當然現在以他們的優勢 國民黨的潰散 是很容易橫渡江山的 可是這橫渡江山 大家會看在心裡 一黨獨大 是不是真的這樣需要 而且是現在又有一個新的紛爭 就是立法院呢 現在當然也是期限快到了 所以期限快到之後呢 直接抽出動議 把總預算直接禁赴院會 就是說有媒體 叫做禁赴二毒 可是這樣子 你跳過審查 直接的這樣強渡關山 會不會引起 像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覺得你太阿拔 覺得這個最後中間選民的反彈 這也是陳水扁 在心的 很多中間選民 你在看 你民進黨 會不會真的就是阿拔下去